来跟进澳洲森林大火的灾情 由于澳洲南部地区气温不断升高 加上狂风大作导致烈火狂烧 火势更是蔓延到了著名旅游圣地戴鼠岛 一辆汽车不幸遭大火吞噬 两人来不及逃跑而被活活烧死 最新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23人 袋鼠岛的灵火狂烧多天 10万公顷的土地陷入火海 虽然已经有500名救火员投入灭火工作 不过在熊熊大火面前始终是飞水车心 当地豪华度假村和多个景点 已经被无情大火烧成废墟 大多数游客已经被紧急疏散到安全地点 令人惋惜的是 当中两人驾车逃亡时遇上火魔来路 而被活活烧死 从去年9月开始 超过1500栋房屋 以及500万公顷的森林被烧毁 随着南澳的火势不断升级 莫里森不得不在今天宣布 加派3000名后备军 派遣澳洲最大的两栖突击舰和军机等交通工具 投入救灾工作 以及协助疏散灾民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